各位看到最後有抽獎 哈囉我是阿培 電視盒發展到現在其實已經進入一個成熟期了 每一家電視盒廠商都有各自的特點 像是小雲他就是著重在畫質上面 夢想呢在他的遺跡上面非常的棒 那安博呢就是不死鳥 還有那個建州很出名 各自的廠商都有各自的優點在啦 為了這一塊大餅呢 其實大家都是想方設法在監禁自己的電視 並且呢夢想這一次也跟進了 他也在遊戲上面設計了一套自己的體系出來 這次不是丟榴槤 夢想的運動家家遊戲手柄 我們一起來看開箱吧 裡面有一張服務卡 哇看到他本體的 他這個配色 哈哈哈哈 跟那個N色的手柄很像的配色啊 厲害 握起來手感呢是這一種霧面磨砂的材質 感覺上面是有皮革漆啦 這個用久了不知道會不會有拓漆的風險 中間這個是他的支架 扣起來呢就直接是一個遊戲手柄 握感算不錯整個類比搖桿操控起來 我覺得也沒有那種會卡卡的感覺 蠻流暢的 不然呢他是透過2.4G USB來做傳輸的 還有一條充電線 所有的這個配件就這樣 必須要說他這一次啊也新做的很大 不只在夢想盒子電視盒上面可以使用之外 其他的那一些各大廠商的電視盒 他也可以安裝來使用 對我來說啊我一個消費者的立場 我也會覺得嗯比較好接受 並且呢也不需要多花費太多的負擔 看完開箱我們直接實際來看看 他的內容裡面有什麼特色吧 搭配的APP阿肥用白話一點來講 電玩、健身、跳舞、體感 總共四個大系列 專屬的手把可以單人單機使用 雙人雙機使用以及體感使用 還有綁帶健身來使用 非常的多種變化 電玩的部分有FC與街機模擬投幣的遊戲種類 還有雙人遊玩可以一起對戰 他怎麼把我自己捲走啊 他怎麼把我自己捲走啊 以及像這一個KOF一樣可以線上雲端遊玩的遊戲 根據你的網速還能調整畫質與畫面幀數 健身運動遊戲可以分體拆開手把 透過附送的綁帶 將控制器放入 並且啊 綁在遊戲中指定的身體位置來玩遊戲 從基礎的一些健身心肺運動 開合跳 瑜伽動作 到遊戲性比較高的這種 叢林跑步這些都有 欸靠 怎麼還有窮出沒啊是怎樣 可以讓你不知不覺在遊戲當中達到健身的效果 噢噢不行 跑完體力透支了 體感跳舞的部分可以單人或是兩人同時進行 對於新手來說是相當友善 大家一起聚會的時候我覺得是一個蠻不錯的遊戲 很歡樂 好累喔 哈哈哈哈 最後則是重頭戲 體感運動遊戲系列 這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各種運動都有 可以雙人一起打網球 乒乓球 打羽毛球 射擊 打把遊戲 打保齡球 也可以打拳擊 重點啊 他在各種集點的時候 手把還會跟著震動 雖然啊 他的那個震動幅度大概是被螞蟻踹了一腳的那種感覺啊 但是聊勝於無 至少我在夢想這裡看到了 用心開發真的好玩的遊戲手柄 看完遊戲的分享 他除了這樣合體的手把之外 他還可以分為一批二批來做使用 變成小的遊戲手柄 這個概念我覺得也是相當的不錯啊 蠻好玩的 對於這一款夢想推出的運動家家遊戲手柄 我綜合他的遊戲性跟他的價格來說 我會給他是在88分的評分 這個分數呢 最主要我會這麼給你們推薦啊 如果你們今天自己已經有買過手柄了 那種插霸手柄 你入手的擊破性就沒有那麼高 但如果你想要有一些比較多附加價值的遊戲手柄的話 夢想家家的這個遊戲手柄是相當適合你們來入手的 因為他不只單有一種功能 也不是我只能拿來玩遊戲 他的體感遊戲也可以來做遊玩 所以他的擴展性我覺得會相對來說比較高 這個遊戲手柄呢 走上那邊應該是會有團購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都可以在 資訊欄的地方看到團購連結 那你們直接加入團購社群那邊就會有相關的資訊啊 那對 夢想的老闆有說 有說 他會送這個遊戲手柄來給我們的頻道觀眾朋友 所以呢 你們就在底下留言 我想試試夢想運動家家遊戲手柄 會不會太長 好像太長喔 來來來來 再來一次 來你們在YouTube的留言區寫 我想要 夢想 運動家 這樣就好了 這次送幾支 夢想的老闆還沒有跟我講 我這個 剪完之後 錄完影 我會去跟大家詢問一下 然後在下方的這個留言區 你們留言區應該就會看到我說要送幾支了 來 記得去留言 然後分享給你們親朋好友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兄弟影片 按讚 訂閱 分享 白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IG的V 每週一二三四五六 日 都有可能會上片 哈哈哈哈 我抓緊時間 只要有做好有上片 就會分享出來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Bobo